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可愛い時… 2urt Analytics 那還沒有開始開始才的解說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偷瞞 الف頻道的話 也需要訂閱喔 乍將在旁邊那個小小鈴鐺 按下去選擇全部通知 這樣子每па星期有更新新的視頻內容的時候 第一次叮乓十양的 theater 好的,我們馬上來看看 이gendyard的詞句 就是 那 iki 就是活的意思 这一个如果你用手机 就是搜寻词典的话 字典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词 那简单来说 就是活字典 那这个其实在中文来说 比较少会有人用 但是也没有说 没有这种的说法 那这个是形容怎样的人呢 我们会称它为活字典呢 就是字典都是 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的嘛 以前就是 不管是文字上的字典 有一些知识啊 或者什么像谷歌 就是现在 现代人会用的字典一样嘛 所以呢 它就是代表这一个人呢 非常的博学博士 就是什么都懂的 一般呢 是用在老人家 是比较多的 因为老人家嘛 从以前到现在 活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懂得也很多 知识也很多 历史 他也会就是朗朗上口跟你说 这个历史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 他好像一个活字典 你问他什么 他都懂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 在日文也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 就是来形容这个人的博学多文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隣のおじいちゃんは物尻で有名 街内のみんなに行きじびきで言われているよ 隣のおじいちゃんは物尻で有名 街内のみんなに行きじびきで言われているよ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隣のおじいちゃんは隔壁家的老爷爷 就是因这个物尻 物尻就是他知道的人事物这样子 就是非常有名吧 他什么都知道 你问他谁谁谁怎么了 他也知道 你问他一些冷门的历史的 或者是一些冷知事 他也知道 他也会就是拳捕你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讲说 他什么都知道的老爷爷这样子 隣のおじいちゃんは物尻で有名 所以他在这个我们居住的这一区 大家の街内のみんなに 就是被我们称他为这样子 什么呢 行きじびきで言われているよ 那言われる呢 这个不只是被动形式 就被讲 可以说是被称为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这个这一带 这一区的居民都称为隔壁家 反正他老爷爷呢 称为他是活的字典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行きじびきで て就是呢 と的意思 把它换成口语化 就是用て的意思 就是所谓的活字典 被称为所谓的活字典 大家明白吗 行きじびきで言われているよ 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 活字典就代表那一个人是很有知识 就是很聪明的 懂得很多的人 你就可以这样子用 隣のおじいちゃんは ものしりで有名 街内のみんなに 行きじびきって 言われているよ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英文的这个外来语 就是 チルタイム チルタイム 那チルタイム是什么意思呢 タイム 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吧 就是时间 就是タイム的意思 タイム 所以呢 这个チル チル是也是英文 就是チル的意思 就是呢 我们讲放松啊 幼灾的时候 チル 这样子 就是チル 他把它换成 这个日文说法 就是チル 所以チルタイム 就是呢 是我放松的时间 平常很忙的 然后呢 通常都不太有自己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忙完一阵子了 就是我 可以说是 轻松或者白烂的时间 想要看一本书啊 或者是想要跟朋友出去玩啊 チルタイム チルタイム 这样子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所以这个很简单 勉弁してよ 勉弁 就是饶了我 这样子 勉弁してよ 饶了我吧 不要再叫我起来做什么事情了 さっき 就是刚刚呢 我刚刚才从打工回来而已 就是已经很忙了 忙了一整天了 才刚刚从打工的地方回来而已 所以 现在呢 チルタイム チュ 现在是我放松 チュ 我的时间 我放松时间 我玩游戏时间 就是滑一下手机的时间 也是可以说是 チルタイム 所以我现在是 休息的时间 放松的时间 所以 不要来找我做事情 这样子 勉弁してよ 所以就很简单 很口语的一句话 勉弁してよ さっき バイトから帰ってきて 今 チルタイム中 なんだから 所以现在我们来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やっと 仕事が 固着いたので これから チルタイムだ やっと 仕事が 固着いたので これから チルタイムだ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 经常 就是 社畜的人 也是 经常会用 やっと 仕事が 固着いたので これから チルタイムだ 这样子 就是 我好不容易 才把所有的工作 给整理完 这样子 やっと 可以说是 好不容易 或者是 好不容易 终于呀 终于 怎么样 就是 仕事が 固着いたので 固着く 就是 整理 安排好 整理好 所有的事情 所以 这个过去 事 就是 固着いたので 好不容易 终于 把所有工作 事情 给安排好了 整理好了 これから チルタイムだ 从现在 从现在 这个开始 就是 我的 时间 me time チルタイム 我的 这个放松 时间 可以去 逛街 或者是 在家 摆烂 也好 看电影 也好 这样子 就是 我的 チルタイムだ 这样子 这个很简单 只要记得 这个 チル 就是 chill 放松 然后 タイム 就是 时间 这样子 非常好记 所以大家 想要 表达说 接下来的 这个周末 一到星期五 工作时间 周末就是 我的 チルタイムだ 不要找我 处理工作 事情 这样子 非常好用 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 今天的 最后一组 的词句 就是 Easy ミス Easy ミス 这个呢 也是 英文翻过来的 Easy 是什么呢 Easy 就是英文的 Easy 就是 简单 那它直接 同音的翻过来 就是 Easy Easy 那 ミス 就是 错误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 ミスする 就是 做错事情了 工作上 工作上 犯了一些 什么错误 这样子 所以 Easy ミス 简单的 错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你 就是 低估了 某一件事情 你以为说 很简单而已的 结果呢 你就会犯了一些 初心的 错误 所以 这个叫做 Easy ミス Easy ミス 就是初心 本来可以办好事情 那因为你的疏忽 你的 掉以轻心 所以呢 就是犯错了 这个就用 Easy ミス 所以它也是口语的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昨天深夜まで 深夜 就是三更半夜的意思 所以 昨天深夜まで 昨天晚上呢 我到三更半夜 可能半夜三点这样子 还在玩什么呢 Game 念をしたせいで 那这边的せいで 文法就是怪所有的整件的事情 都怪在这件事情上面 怪在我昨天呢 就是打电动 打到三更半夜 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就造成了 寝不足になり 就变成了 睡眠不足 早上起来 还懵懵的 因为才睡不到 可能两三个小时而已 所以呢 easyミスを連発してしまった 什么是連発 連发 連发不是打电动的那个連发 就是枪击的那种連发 它就指呢 连续不断发声的意思 连续不断发声 把省略为連发 所以它的发音是 連発してしまった 所以呢 easyミス就是 初心 掉以情形的错误呢 就是不断连续的在发生 因为这集精神不足够嘛 睡眠不足 然后集中不到 就呢 发生了很多 就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easyミス easyミス 就是初心才有的错误 昨天深夜まで ゲームをしたせいで 寝不足になり easyミスを連発してしまった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在生活当中呢 一些实用的词句 那这些词句呢 它当然不会在课本上看到啊 通常我们是在人与人对话 或者是在电视剧啊 我们就是会用的一些比较轻松的 看起来就是比较道地的 比较人与人之间比较贴切的一种说法 那接下来呢 也是会有 这一系列 就跟大家分享说 算是口语啦 使用的道地口语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 做一下笔记 那如果你还 没有订阅的话呢 就可以点下订阅 来追踪最新的视频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的频道 他一定要订阅啊 这样子你就可以 第一个时间的时候 他把这一心动态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也是面对面的意思哦 但是呢他特别强调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相逢的缝的话呢 是对身边更加亲密的人用的 比如说是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